美玲老師馬上來進行 我最害怕的 林朱占卜 誰有神經病 不是啦 是未來的 因為我可以意氣瘋發嗎 你裡面真的有一集這個喔 真的喔 小心喔 是喔 小心喔 真的有一集喔 它這好像廣調喔 抬一九還是什麼 怎麼這樣 來 煎一九白 老師介紹一下 真的要小心喔 注意看喔 不要去挑到那一題 這個呢 我們第一組是一顆對五顆 第二組是兩顆對五顆 第三組是三顆對五顆 第四組是四顆對五顆 第五組是五顆對五顆 來 我們王毅是平第一直覺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張老師的 然後我們先看看 對啊 我們看看 我們在哪一包裡面 還戴金的 還戴金的 OK的 我們在感情方面 能夠意氣瘋發的人 如果觀眾朋友 跟張老師一樣挑到的話 如果已婚了就是 你們感情會甜甜蜜蜜的 但是現在單身的很多喔 如果你挑到這個的話 你在感情方面會意氣瘋發 你桃花會非常非常的多 這恭喜你囉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個 嗯 嗜號的好了 嗜號的話是淨唇條的 我們看看嗜號呢 在哪一方面能夠意氣瘋發呢 這非常的好喔 這三個應聲方面 好好好 還OK啦 所以淨淳呢 現在如果直播或幹嘛 就會好多廠商看上你 謝謝 現在我們自媒體很多 所以如果這個民生的話 意氣瘋發的話 你就要盡量的去推廣自己 或是你有任何的方案 趕快去推出去 自然就會有人看上你的方案 來支持你 好 那再來 我們看這個 五號好了 杜琳 杜琳今天 國畢 國畢也是五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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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來看看 看看我們兩位呢 今天在哪一個 在哪一方面 能夠意氣瘋發 這個在地板 不錯 你整個地位都提升了 國畢你有沒有覺得 你最近整個翻盤 有 那真的很好 那很多人肯定你的 對不對 以前大家 以前大家可能覺得 我是一個愛玩的 愛賭博 不負責任什麼 但是現在大家肯定你的地位 對 我們今年的那個中秋節 月餅和柚子 柚子 那你要哪一盒來送我 對 下一盒來送 你是用這個中秋節 來測人氣的是不是 不是 那是那種感覺 沒有 我們看收視率 他開月餅 對 好 來 好 三號的跟一號的 可是兩個老師一起陪 我不怕 兩個老師都在 我怕什麼 我們今天三號最多 三號有駱魚 有Amanda老師 還有我們精神科醫師 黃醫師 好 王醫師 我們來看看 這真的我剛剛講 非常非常的醜 這個就在精神科 他已經不犯了 真的好 很意氣跟發生 我跟你講這個 各方面 精氣神都很好 這個就是之前你有 憂鬱症的 躁鬱症的 補到這個 你的精神都會好好轉起來 準不準 是正向的 正向就好 所以不要再繼續告訴自己 我有憂鬱症 我有躁鬱症 當你補到這個 就代表你的精神方面 能夠意氣風發 真的 來 我們這個衣都沒有人挑的 我們這個衣的話 看在哪一方面能夠意氣風發 就在柴裡 真的好可愛 觀眾朋友 恭喜所有觀眾朋友 真的